國軍恢復一年制義務役 DT六百名的義男 將在二十五號入伍 期末建策將會結合震撼教育 訓練施策 如果建策不合格的話 就不能夠放節訓假 必須留訓一星期補測 如果沒有拿到節訓專長證書 就下部隊 就不能夠放榮譽假 也無法領專業家籍 只能夠領一萬多元的本刑 國軍元旦起恢復一年制義務役 DT六百名義男將於這個月二十五號入伍 進行八個禮拜的入伍訓練 而期末建策將結合震撼教育訓練施策 也就是配置機槍不間斷射擊空包彈 TNT炸藥爆炸等情形 模擬戰場環境 但不合格的人不能放節訓假 且需留訓一週補測 如果補測還是不合格 下部隊後除了得繼續訓練 不能放榮譽假 還無法領取新台幣一萬多元的專業家籍 只能領到一萬多元本薪 必須拿到擷訓專長證書才能領取 而為應應心智義男進入軍中 有難以適應 導致抗命逃兵等狀況 國軍將強化軍法際教育 國防部也證實規劃修正陸海空軍懲罰法 明定一無一難回過執行期間將不計入疫期 據外界有呼籲恢復軍事審判制度的聲浪 朝野立委都認為應該審慎評估 國防部我覺得要提出實際的過去這幾年的案例 那是不是在我們現在狀態底下 確實沒有辦法管理好部隊 我覺得也必須做全面性的檢討 國防部則表示目前社會各界有不同看法 在兼顧軍紀維護與人權保障前提下 會廣泛蒐集意見充分研議 完備法制作業程序後才會將修法內容送立法院審議 節目下期吳恩台北報導